另外根据朝中社在18号的报道 朝鲜从16号的18时到17号的18时 全国新增发烧病例23万多例 是连续第2天减少 另外有新增死亡病例6例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批评相关部门 在新冠疫情初期应对不力 要求强化卫生防卫防御体系的建设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在17号举行 金正恩指导会议探讨了朝鲜当前的防疫政策 金正恩说建国以来首次面临的防疫考验 暴露了国家应急能力的不成熟 国家领导干部不积极的态度等问题 在国家紧急防疫状态下 首先要集中于控制疫情传播和治疗 同时从各方面积极进行物质技术准备工作 并纠正最近出现的缺点和不足之处 以及脆弱的环节 充实卫生防疫制度和体系 金正恩还强调要扎实做好生活保障和生活物资供应 为最大限度的保障居民治疗需求和条件而竭尽全力 各级党组织要重视社会动向和群众的呼声 及时了解并采取对策 提高对严峻的国家紧急状况的危机意识和负责意识 完全依靠人民群众全民一致应付防疫战争 朝鲜自4月底到5月17号下午6点为止 累计报告发烧病例近172万例 其中有超过102万例痊愈 仍有超过69万例接受治疗 累计死亡62例 多名消息人士17号透露 高丽航空的三架飞机16号上午 飞抵中国沈阳的陶仙国际机场装载药品 并于当天下午返回朝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